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最后一口气没有吐出去 二是受到活人 一般是盗墓贼的阳气冲撞 三是风水遭到破坏 受了地气 这三种情况都是受了气的冲撞 而气都聚集在喉咙里面 要想制服宗子 只有砍头或者割破喉咙放气才行 但宵敬不属于这三种情况 他是由邪神控制的尸体 一般对付宗子的方法 对他有没有效 我就没有把握了 因此我决定将自己所知道的都是一遍 一是被称为鬼魂俊姬之地的上丹天 也就是眉心 二是脖子 三是脚底 人生而落地 脚底乃是人气和地气交汇之处 扎穿脚芹可以阻隔地气涌入 我本想直接放火 但万一宵敬中途醒来怎么办呢 再者说 火烧手动也太过狠毒 便也作罢了 我捏着匕首正要扎下去之事 萧静却忽然睁开眼睛 脸色怨动 他猛然伸手抓住我的手腕 阴侧侧地说 想杀我 别想 说话间 手指甲暴胀 妈的 难道这女人刚才是装的 她没事试探我做什么呀 萧静此刻力道无穷 一手拽住我捏着匕首的手腕 让我一时间动弹不得 而与此同时 她另一只手猛然朝我插过来 跟那没抄疯抓骷髅头一样 直直向我面门而来 我大害情急之下往下一倒 避过锋利的手 整张脸自然而然就贴到萧静的胸口了 那胸很软 转到一种烂泥一般的地步 恶处钻入鼻孔 让人阵阵作后 千俊一发之间 我喝道 你不想找石灯了吗 萧静再次袭来的手一顿 脸部死肉抽出了一下 阴侧侧地说 我杀了你再找石灯 我说过 一旦我复活 肯定会阻止你 萧静阴狠狠地说 现实要不止你一个 你没有复活的机会 我会把你 撕碎 陈璇 去死吧 我不知道萧静之前还好好的 怎么会忽然装晕来炸我 但这块功夫 我左手已经拔出另外一只匕首 朝他抓过的时候猛然一削 直接削掉他一根手指 幸好他不属于铜皮铁骨的僵士 否则我还真拿他没办法 这一削 他似乎也有痛觉 但痛觉大概不强烈 只微微一顿便又抓了过来 想也知道 如果他痛觉和正常人一样 那腐烂的痛苦 又怎是人人都能受得了的 转眼锋利的指甲便到了面门 我哪里反应得过来 心说我命凶 就在千钧一发的关头 我身后猛然传出一阵 塌塌塌的声音 像是有什么东西 在向我身后向我靠近 但那声音 又不太像是人 或者动物的脚步声 随着这阵声音的响起 萧静的动作却忽然停下了 此时他的指甲几乎已经贴在我的眼皮 再一用力就要直接插进去了 这生死间的停顿 虽然不到短短的一瞬间 但是害得人浑身发软 腿都开始抖了 紧接着我发现 萧静的眼睛直攻勾盯着我的身后 手竟然缓缓地松了回去 与此同时 那种塌塌塌的声音 依旧没有停止 并且离我更近了 我在萧静眼睛里 看到一种恐惧的情绪 能让一个死人恐惧的东西 还真是不多呀 我身后正在靠近的 究竟是什么呢 萧静刚才追着一个人而去 便性格大变 现在又忽然冒出一个东西 让他露出害怕的情绪 莫非我身后正在靠近的 就是他刚才追出去的那个人们 我先说必然不是擅长 趁萧静害怕往回缩的片刻 我猛然往旁边一闪 转头一看 头灯十指射出去了 视线索急之处 空空荡荡 什么也没有 但是 在光芒和黑暗交界处 隐约站着一个高大的人 非常高大 比我印象中 东北那一代汉子还要窥悟 只是具体形象却看不真切 但是我可以肯定 他不是专睿 不是中宫 更不可能是豆腐 如果我再往前爬两步 灯光拉近 应该能瞧见他的模样 但就在这时 萧静却发出一声惊恐的尖叫 猛然往后退 身体如同壁虎一般 快速往后面退着 刹那间就跑出了 我的视线范围之中 这些变故都发生在这片刻之间 一时间 解水道里就只剩下我了 以及那黑暗中 那魁梧的人 我的心里秃秃指跳 左手握着匕首 右手摸上装备包 准备将插在外面的碳产拿出来 这东西风力又有重量 是个大凶器 就在我做出这个动作的时候 我看到黑暗中 那个魁梧的人 竟然转个身 紧接着 踏踏踏的脚步声 又响了起来 竟然离开了 我一时间目瞪口呆 找是我这些年经历丰富 也不由得满头污水 这是怎么回事 这是什么人 为什么会在这个千年墓葬之中 萧静为什么会怕他呢 他突然冒出来 现在又突然离开 难不成是专门出来 吓唬萧静他们 他和萧静有仇吗 这些念头在我脑海中 转了几个圈 在那阵塌塌塌的声音中 黑影逐渐向 借水道深处而去 多年经验告诉我 既然他没有理我 那我也最好不要惊动他 因为能让萧静 这个死人感到害怕的 必然是比萧静 更恐怖的东西 我转头看了看 心知萧静短时间内 估计是不会再找上来了 他离开 与我自然是有好处的 按照现在的情况来看 这条借水道 直通地宫的核心部分 爷爷那批人 当初既然来到这里 必然是顺着借水道 进入到地宫中心 我正好顺着这条道 寻找爷爷他们的踪迹 顺道进入地宫中心 寻找豆腐的人 此刻 那塌塌塌的声音 依然远去了 但寂静的借水道中 声音在木道里回响 听起来依然是很清晰 那魁梧的人影 究竟是不是人呢 我已经开始产生怀疑了 如果是人 又会是谁呢 又为何对我视而不见呢 如果不是人 他这么莫名其妙地出现 又怎么莫名其妙地离开 那粽子 也太有个性了吧 我心中闪过几个念头 立刻便追了上去 不远不近 跟着那个东西 我们始终保持一个 比较暧昧的距离 我发现 每当我想前进一步 瞧清楚他的模样时 他就会忽然加快脚步 使我们保持一定距离 这让我立刻意识到 这不是粽子 是个有思想的人 他在和我保持距离 他是谁啊 我跟了一阵 目光紧紧注视 前面魁梧的身体 也不知过了多久 那个身影忽然停止了 我心中打了个突 警惕起来 担心他发难 但谁知 他这一停 竟然就站在原地 一动不动 足足半个小时 我和他比耐心 敌不动 我不动 但是又过了十来分钟之后 我稳不住了 觉得事情不对劲 便打起十二万份精神 警惕地往前走 这一次 他没有再和我拉开距离 他的模样 也彻底暴露在灯光之下 一看之下 我杀时间 腿就软了 因为那不是人 而是一副盔甲 盔甲是一套的 扣得很紧 顶拔站立着 头部是个盔甲 里面空荡荡 根本就没有人 我忍不住到退了一步 脑海中闪过一个念头 这盔甲成精了吗 我们的距离又拉近了 一时间几乎不敢靠近 一人一甲 隔着五六米远的距离 对视着 紧接着 我猛然发现 盔甲后面还有一串带血的脚印 煞时间 我明白过来 不是什么盔甲成精 而是刚才有人穿着盔甲 而那个人 在我愚蠢等待的四十分钟 早已经溜之大吉了 这个事实让我懵了 没想到在我眼皮子底下 让人给耍了 傻傻等了这么久 一时间 我心中又是恼怒 又是惊艳 之前我按盔甲身形判断 是个魁梧大汉 现在看来 对方的身材 应该没有我想象中的健庄 而且脚底还带着血 莫非还受了伤吗 如此说来 这个盔甲忽然出现 是为了救我 但他现在的行为 显然是不想让我知道 他的身份的 这个人究竟是谁啊 顺着血脚印又往前一段 我猛地发现 头顶上方有一个 黑牛有的洞口 看样子是被人炸开的 应该是爷爷那批人的杰作 如果我没有猜错 这个洞口的上方 应该就是地宫的中央地的 而那个神秘人 八成是在刚才黑暗中 顺着这个洞口 爬上去了 您刚才听到的是 盗墓首扎 下集更精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